第四大阎王 韩清虎听闻此事跟当朝皇帝请了三天的假 甚至皇帝还特地给这位大将张罗了告别宴席 三天过后 有两名身着锦衣的神秘人前来迎接韩清虎 韩清虎向皇帝和亲人们请辞 之后随两名使者前往殷曹地府就任 当上了地府最高统治者 那么这个传说流传的有多广呢 随书列传第十七载 升为上驻国此座阎罗王 思义足矣 从韩清虎被封阎望这件事 最终记载到随朝政史中 就足以证明传说的影响力了 第二位则是北宋时期的寇准 寇准当官十分正直 是中国历史上标准的贤相 在寇准在刑部当官的时候 审判公正 深得民心 杨家将的故事中就曾体现过这位贤臣的才能 虽说他曾主张打击外国侵略者 堪称为国为民的清官典范 可是他在仕途上并非一路平坦 因为他的个性太过刚正 所以得罪了许多朝中官员 最终因为朝中坚定的诋毁 被皇帝一扁到底 远走广东 克死他乡 在宋朝野史中 我们可以看到寇准死后 当上了地府主宰 甚至在人间的许多驿站中 也挂着画有阎王寇准的画像 汉月明潭 寇准死 有王克勤者建功于曹州境上 问从者 曰阎罗交正 第三位阎王家喻户晓 他就是黑脸包公 关于包公当阎王的说法 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在民间传诵 当时老百姓间有句俗语 说的是 如果诉讼不顺的话 那么你就去阴间找包公 在许多包整断案的小说里 包公和地府阎罗 也始终有着微妙的联系 在著名的狸猫太子案中 包公就曾派人造了一所阎王殿 扮演阎网 来了一出阴间审判 最终顺利取得不法分子郭怀的供词 民间还有包整死后前往阴间做官 帮助阴间统治者 揪出地府中贪赃王法的阴官 因为他的功绩最后还被提拔为阎网 第四名阎网跟包整处于同一个时代 他就是范仲淹 这位心怀天下之人的仕途 磕磕绊绊 曾多次被朝廷贬折 但是始终意志坚定 时刻保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 范仲淹曾在1043年 向朝廷上书了十条政改措施 可惜却受到挫折 再次被贬 后来在中原大帝的四处 做官至晚年 他的弟弟希望买一处土地 让范仲淹养老 却被他拒绝了 范仲淹自己出钱买了大片土地 让弟弟找人经营 成立义庄 自己对庄内收入分文不取 十分仗义 范仲淹一心只为天下人 这样的官员 必定会得到老百姓们的崇敬 在他死后 民间将其奉为阴间阎网 其实是实至名归的 樊汉对印司朝称 人死五七日 当届阎罗王 推断范仲淹就任阎罗 如今看来 传说中的地府阎王殿 有点古代衙门的意思 正是因为在古代清官难得 所以老百姓们很难得到 真正的公平对待 生前如此 便只能寄希望于死后 这也就有了四位 在地下秉公执法 公道无私的阎君 阎罗生前都是正直之人 恰恰迎合了老百姓心中 阎罗的形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